穿越广袤的亚洲平原 一幅深藏不露的奢华之景呈现眼前 这里有述说历史和文化的建筑 这里就是亚洲的人间天堂 沐浴在金色的沉袭中 感受大海的微波轻浮 仰靠在大自然所赐予的白色软枕上 就到达了马尔代夫 马尔代夫位于印度洋的中心 由1190个岛屿和26个珊瑚礁组成 这是世间少有的 让人折服于自然魅力的地方之一 可以立刻让人对其超现实的美丽产生敬畏 马尔代夫纯净原始的环境 吸引着许多游客来此游玩 寻找失落的乐园 这里是曾被认为 只可能出现于鲁宾逊故事中的岛屿 这里的人间仙境 已经被改造为世界上最为美丽 最为奢华的度假圣地 基拉瓦鲁岛 基拉瓦鲁岛的四季兰达酒店 就是你可以寻访到的人间天堂 兰达基拉瓦鲁岛 实际上是来源于这里的一种常见的海洋动物 鹰鹉鱼 酒店位于北坝山胡椒 占地18公顷 保有大片未经开发的自然草木 我特别希望客人一到这里就感到这儿是独一无二的 这里不同于他们所去的任何地方 你知道这里是魔幻之地 是独特之地 它不同于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 当你乘坐水上飞机到达的时候 首先注意到的就是难以置信的海面 它的颜色看起来都不真实 几乎就像是假的 我们在生活中已看到太多假的东西了 这里非常的不同寻常 看到的事物是如此的自然 以至于你看起来如此不真实 公共空间了 我们想做的是打造游客个人空间 而不是注重酒店本身的感觉 因此在很多方面体现的是居住的概念 我们会提供别墅 相当大的别墅 我们给你很大的空间 可以跳水的泳池 就像这里的这个 我们利用灌木植物来区别分隔空间 就特别像是你家里后院的感觉 住在这里和家里没区别 利用繁盛的植物加以隔离 通过独立的入口就可以记住主要的海滩别墅 经过一片沙滩来到临海别墅 眼前会呈现出不同的海洋美景 倾斜45度的茅草屋顶 是马尔代夫建筑的标志性元素 当你坐在开放的起居室 跳往大海的时候 高高的屋顶可以方便空气的自然流通 私人的空间不仅仅有海滩 在岛的东北部 建筑师在防波堤上 扩展了水上生活的可能性 水上别墅直接建于海面之上 从而拥有毫无遮掩的景致 与非常深刻奥妙的风格 立身于独立的磕跳水泳池 透过客厅正面双背宽的玻璃向外看 景色丝毫没有被建筑物所遮挡 不同于多数度假酒店 玻璃地板紧致的沉闷 可马拉的海滩和海上别墅 反映出将个人空间 与海景套间结合的理念 一条通道将海滩 与水上的卧房连在一起 进入客厅 土色的沉稳墙面与温暖的光线 让室内散发着自然的光辉 室内照明并没有悬挂 大型组合吊灯 而是采用了简单的 带有中东风格的挂灯 天空 太阳和海洋的颜色 都在房间的织物和装饰品上 反映出来 走出卧室 是一个临海的露天阳台 可以让你鉴赏 江湖 海洋和天际美景 马尔代夫的建筑是过去历史的反应 融合了中东 非洲和南亚 给予的不同影响 传统的马尔代夫村庄 沿着宽敞的街道一路排开 房子一般是由山湖石混合沙江修筑而成 并有一扇蓝色的大门 山湖墙是马尔代夫许多房子的特色 这些山湖石被认为是来自洪海海岸 在马尔代夫采集山湖石是非法的 因此为了既反映马尔代夫建筑传统 又体现保护环境的需要 四季酒店的山湖石回收 是一项循环再利用的项目 我们希望某些东西更加接近 马尔代夫传统村庄 因此我们修建了山湖石墙 大门的颜色是自然的马尔代夫蓝 当你到访本地的村庄时 你会看到到处都是这种蓝 门上的颜色并不是涂上去的 实际上外部是颜料层 里面是水泥墙 我们按照当地或是亚洲的 传统方法来筑墙 这种方法我想大约已经有 上千年的历史了 就方位来说 独立的入口和围墙内 是开阔的院子 这种设计是仿照村里居民住宅后院 这种被称为极非力的私密院落 通常带有一口水井和露天浴室 这一构思后来演变为户外淋浴设施 目前这已成为马尔代夫最为显著的特色之一 为了渲染太阳 海洋和海滩的颜色组合 通提松绿色的门和黄色砂质外墙 都是使用从本地自然颜料中提取的色素粉刷的 橘黄色颜料提取自珊瑚石灰 在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通常用于修布墙面 除了传统的马尔代夫建筑样式 四季酒店的设计风格 还反映了对马尔代夫文化的综合 既有西方代 也有中东代 如果说所有的餐厅都有一个共性 那就是简洁 比如我们的一式餐厅蓝光酒吧 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微型餐厅 白色江洗墙面 有人称之为石灰墙面 当你进入餐厅 尤其是首次到此享用午餐的时候 你会看到浅水中的珊瑚礁全貌 是如此的令人不可思议 正是人们惊叹于有如此多的蓝光水色 并且令人匪夷所思 这家餐厅才被称之为蓝光酒吧 建筑师对马尔代夫建筑的当代产式 就是让蔚蓝的海水作为基本元素 从内到外无限扩展 巨大的鱼形雕塑 将游客引入平静的泳池 蓝光酒吧和餐厅的沙滩地面 邀请游客进入一个探索空间 蓝光酒吧吸收了马尔代夫生活的必要元素 让就餐的游客能够在海天交汇之下 享受美味佳肴 西洋西下别是一番景致 尽管度假村的不同建筑会呈现不同的风情 但是都不会抛弃伊斯兰建筑的惊魂元素 阿布巴拉卡特是一家阿拉伯风味餐厅兼酒吧 酒店的名字是取自一位北非学者的姓氏 以纪念他于公元十二世纪来到八环郊定居 酒店的设计到处是以阿拉伯图案 阿世风情窗花图案被雕刻陷入白色外墙 当进入酒店的内部 外部简洁风格为之一变 旧餐区域点缀着华丽的卦饰和多彩的织物 体现了浓郁的中东风情 格子装饰面板是伊斯兰建筑的共同特征 在这里的二楼通常被当作屏风使用 小心翼翼地下到一楼 红黄两色夸张地渲染了中东神秘气息 在水烟吧 造型别致的暖色吊灯照亮了整个房间 从而使得这个夜晚更加神秘诱人 穿越广袤的亚洲平原 一幅美轮美奂的奢华之景呈现眼前 这里有见证历史的建筑文化 这里有最原始的自然风貌 这里有万里无云的蓝天 这里有水晶般清澈的海水 这里有象征奢华的完美理念 这里就是亚洲的人间天堂 我们下期见 四季兰达酒店提供一种简单 而又令人难以忘怀的体验 酒店将其对自然原始美丽的当代产式 完全融入了建筑设计之中 四季酒店重新诠释了奢华的含义 而这里的神仙珊瑚岛则通过主张重返简朴生活 来慰藉人们疲惫的心灵 大自然的隐秘由此即将揭开 作为用来追求心灵平静和离群隐居的去处 马尔代夫完美展现了一幅处于最佳状态的自然美景 然而其首都马内却是世界上人口最为稠密的城市之一 在方圆不到几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却拥挤了近八万公民 一旦人们将马尔代夫与世界上的奢华酒店云集之所相联系 就与人们想象中的田园木格式海景生活相去甚远 然而奢华并不等于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 这一原则已经被位于马尔代夫北部的度假圣地 神仙珊瑚岛所证明 神仙珊瑚岛非常关注商业开发 对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影响 岛上95%的区域尚处于原始禁止开发状态 顾名思义这是一个隐身于多纳酷西珊瑚礁群的人间秘境 其轮廓酷似一弯新月 面积由28个足球场那么大 岛上椰树和其他植被丛生 从未被人开发破坏过 成为大面积隐居的自然间隔物 从他们到达神仙珊瑚礁的那一刻起 他们注定要经历一次独一无二的人生体验 他们一下船就很少能够瞥见有度假村 以至于他们很快意识到 他们到了一个纯自然的环境中 由此拉开一段真正的岛屿度假之旅 一旦进入会客大厅 假期旅程便由此开始 酒店按照马尔代夫传统风格 设计搭建茅草屋顶 以松软的细砂铺就地面 邀请着疲倦的旅客 从这里迈向度假休旅的第一步 没有鞋子也没有压力 许多公共空间诸如餐厅等 通常都会追求无忧无虑的逍遥自在 这连同天然地板和高坡圆锥屋顶 构成了马尔代夫建筑的一种典型特征 锥形椰毡屋顶是度假村的标志性特征 这种屋顶对寻常百姓家来说司空见惯 椰毡是用干燥的椰树叶子编制而成的席子 它们被用作篱笆墙或者用以铺旧屋顶 由于椰树树叶具有极强的延展性 可以根据不同的用途折叠为不同的形状 因而它时常被人们用椰子纤维绳缝缝绵在一起 今天椰毡被广泛应用于很多度假酒店的屋顶设计中 诸如酒吧的龟壳形圆穹顶 除此以外椰毡屋顶还被设计用于建造别墅 穿过具有马尔代夫风情的庭院进入别墅 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锥形椰毡穹顶小屋 别墅的设计灵感来自于当地的毛顶小柱 屋顶一般以45度角倾斜以便雨水滑落 这一坚韧材料不仅防水 而且还采光透气 便于自然通风 人们选用当地木材制作屋外和泳池周边的地板 补足了自然原色 生长于低地增里的木材 是亚洲热带地区的共同家居特征 度假村的设计中还融入了当地娱乐元素 马尔代夫秋千历史悠久 在度假村中随处可见 只有这样的度假村才是典型的马尔代夫度假村 文化 秋千 别墅 露天浴室 礁石 他们为游客提供了最纯正 最地道的马尔代夫式享受 细腻朴实的鹤橙两色调 将自然色重新带回了居住空间 内部卧室装饰由手工制作的幼母家具 同时配置了可以向外远眺的法式悬窗 以当地多泥船为主题的雕刻饰品 被悬挂于白色墙面上 我们的别墅配有宽敞的户外浴室 目的在于给客人独一无二的隐居 但却尽想奢华的双重享受 度假村95%的区域是未开发区域 因此这为我们的客人提供了 终极闭市隐居之所 要是你打算待在某栋别墅里 你绝不可能看见你的邻居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体验 我们马尔代夫人的文化 能够感受在一次真正假期旅行中 结下的友谊 那些被设计出来 用于强化自然体验的建筑空间 恐怕只有部分才能够被拍摄进 人们在马尔代夫的度假照片中 一个自然主宰的旅游目的地 和建造在壮丽如画 永不褪色的风景中的建筑 已经准备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